陳其邁帶領的首場中場會 遺師嘉義舉行 要重獲明星 會中也開出第一槍 這副議長選舉 民進黨拒絕 支持有黑金背金 不止反黑金 黨主席補選時辰 也出爐 下週十二到十六號 開放領表登記 一月十五號投票 據瞭解參選泰事件明朗的賴清德 將會搶頭桑 也藉此看黨內是否有人敢來搶 只是七號確診的賴清德 這計劃恐怕得確保十二號沒人來 畢竟賴清德最快十三號才能出門 對此賴清德辦公室表示沒有回應 而對於賴清德可能爭黨魁 黨內也並非都說好 哪有副總統來接任 我認為這個在憲政設計上前者不符 搬出憲政體制 含反對因為有一派人士認為賴清德 若參選也順利被提名總統參選人後 屆時身上將有三種身份 未來中常會內立院黨團報告行政官員列席等 賴主席做出黨的政策才是時 是賴副總統要接受蔡總統領導 還是黨員蔡總統要聽賴主席才是 到時可能產生憲政危機 那只要總統任期還在總統到那個之前 其實他才是擁有行政權 不管是誰來擔任這個黨主席 基本上來講 其實在憲政上面來講不會產生危機 但是只要總統其實離開這個位置 你會不會覺得他在有了少了一隻手的力量 這是有可能是呈現的 後蔡時期就算蔡蘇體制牢不可破 但總統少了黨主席 施政勢弊卡卡 TVB的新聞李國正 邱婉柔推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